喜马拉雅原创独家出品《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播讲 小编C 音水啸 第368章 千万别去找断门 莫无忌立即想到了对方也是断门中人 而且实力要比独仙子强得多 在他看来 至少应该是人先三层的实力 此女并不是进入京畿风门拿走731号戒指的那个 自己留下的神年印记并不在她的身上 你留在这里干什么 这女子冷冷盯着莫无忌 语气冰寒 带着一丝冷意 关你屁事 莫无忌语气不大和善 刚才若非他对杀鸡极其敏感 又拥有风顿术 差点就被偷袭到了 女子听到莫无忌的话后更是不再啰嗦 张手一面七要镜就被他寄了出来 七要镜光滑大盛 滑光就像是个独立的空间 将莫无忌完全笼罩其中 强大的空间束缚和挤压传过来 莫无忌轻哼了一声 天机棍化成一团棍影哄在了七要镜的光滑之上 那光滑好像实质一样 在天机棍下直接破碎成了万千光影 莫无忌简单的一台脚已经跨出了这光滑的空间 莫无忌对空间的规则已经算是擦到了一点皮毛 这光滑世界的空间稳固性几乎为零 只能对付那些对空间完全不了解的菜鸟 不等着女子心中惊异 莫无忌的天机棍已经划破空间轰了过去 七要镜这次直接化作一片圆盾 和莫无忌的天机棍轰在了一处 元气爆裂 周围一切事物化成了灰扎 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碰地声 天机棍强大的反噬力量 直接将这少女连人带镜轰飞了出去 直接撞断了数十丈之外的一棵巨树 面对这想要自己性命的女子 莫无忌可没有半点怜香惜玉 一道雷网轰下来 天机棍一卷直接砸了过去 雷网将女子困在其中 七要镜虽然化作无穷镜的光滑 想将雷网裂开 但是雷网太过强大 甚至让这女子周身的衣物 也被轰得焦黑一片 莫无忌略通空间 可以直接从女子的七要镜光滑空间下走开 这女子对空间的理解 比起莫无忌来相差太远了 哪怕她再全力挣扎 她也没有莫无忌的本事 能在仓促间直接破开雷网顿走 就在这瞬息时间 莫无忌的天机棍已经轰了下来 一个人仙三层的女人也想对她碾压 莫无忌只想对这女人说 你实在是想的太多了 住手 你杀了我 将有无翻身的机会 断门会如复古之躯一般跟着你 直到将你杀死 眼看自己的小命就在莫无忌的掌控之下 这女子急了 赶紧叫道 她和别的人不同 尽管莫无忌周身没有灵域波动 寻常普通 看起来和凡俗之人一样 但是她却能清晰地感受到莫无忌的修为 应该不到人仙 所谓的人仙 那是原神凝视 甚至可以远离身体 而且远离意识极其凝视 因为她对原神极其敏感 这才可以感受到莫无忌的真正修为 在她看来 一个不到人仙的修士 她可以轻易地碾压制 哪里能想到莫无忌如此厉害 居然三下五出二 直接压制住了她 最后她没能碾压莫无忌 倒是莫无忌碾压了她 莫无忌的天机棍 根本没有任何助手的意思 直接落在了这女人双膝之上 将她双膝轰得焚碎 双膝被莫无忌轰碎 这女人当场就瘫痪下了 在莫无忌的气势碾压下 她想走都走不成 莫无忌随手将对方的七药镜抓了过来 这镜子着实厉害 她可不想留在这儿 留给这个女人 她之所以没有杀这个女人 就是想问一问断门的情况 还有那个毒仙子到底是谁 毒仙子在知道自己是重生者后 想要求活 只是她中的毒实在太强了 就是莫无忌也没办法帮她 毒仙子临死前告诉了她 如何找到断门的神年印记 加上毒仙子对她重生的事情 似乎很在意 所以她才想要打听一下 虽然我会违背门规 但是只要你放开我 我保证不会将你对我下手的事情告知断门 这就算我们私下的一笔交易 女子对自己的双膝被莫无忌轰碎 并没有太在意 反倒是冷静地和莫无忌探讨起交易了 莫无忌淡淡地说 断门很了不起吗 我杀了断门的人可不止一个了 那个731号是我杀的 那个毒仙子也是死在了我面前 我今天不还是活得好好的 你杀了我孩 这女人听到莫无忌 说起毒仙子死在她的面前 立刻是脸色巨变 之前她双腿被莫无忌轰碎 都没有半点异痒 此刻听闻毒仙子 是死在面前这人手中时 她却是语气颤抖 甚至连手都开始颤抖 你 你 断门和你势不凉力 你今生今世必定死在断门之下 死无全尸 这女人的话语刻薄歹毒起来 莫无忌则冷冷地说 我和断门早已势不凉力了 不用你来告诉我 当初毒仙子告诉我 若是有来生 不要和断门作对 我也告诉了她 若是断门还有来生 不要和我莫无忌作对 我现在之所以还没有杀你 倒不是因为你是断门的人 断门很快就没了 你不用拿断门来威胁我 我只是询问一下毒仙子而已 听你叫他网儿 我希望你能将毒仙子的过往 说给我听听 当然 你不愿意说 我也不会勉强 现在你只要告诉我几个字 愿意说还是不愿意说 女子此刻已经渐渐地冷静下来 她凝视着莫无忌缓缓缓地说 原来你就是莫无忌 我早已久仰你的大名了 在我回答你之前 你告诉我一件事 网儿是不是你杀的 莫无忌平静地说 如果网儿就是毒仙子 那他不是我杀的 当初他在星空中求我载他一程 我同意了 没想到他一上我的飞船就对我下毒 可惜的是 他的毒对我没有用 在下毒不成后 他立即自杀 所以说 他是自杀身亡 虽然最后我已经不想杀他了 你告诉我 网儿为何要告诉你 断门的神念印记在何处 女子听了莫无忌的话后 眼中的悲愤神色渐渐消去 你倒是聪明 居然知道我身上的断门印记 是网儿告诉我的 莫无忌惊异一声 女子则沉声说 断门的神念印记 是通过周围的灵气 然后在你修炼的时候 通过你的周天运行 融入到你的灵落当中 无论你的功法是如何 这种神念印记也不会消失 否则你也不会发现 你现在身上没有神念印记 所以说你身上的印记 毕竟是网儿告诉你如何去处的 否则 就算是你知道身上有印记 你也去处不掉 莫无忌文言倒是点了点头 你说对了一半 我身上的断门神念印记 的确是网儿告诉我在哪儿的 但是她根本没来得及说如何去处 已经中毒身亡 至于那神念印记 是我自己想办法去掉的 我不相信 这女子历声说道 说话之间依然悄无声息送出了一丝神念印记 莫无忌对周围的空间极其敏感 这女子对她做神念印记的时候 她早就察觉到了 她任由这名女子去做神念印记 等这女子做完之后 她一百零六条脉络同时逆转 一丝青金之心的火焰被她带进了脉络之中 仅仅是呼吸之间 她身上的神念印记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女子顿时呆之住了 她在莫无忌身上做下印记 莫无忌却在瞬间将其去掉 她岂能不清楚 这等手段就算是断门也远远比不了 女子长长的叙了口气 盯着莫无忌缓缓缓地说 你果然没有说谎 你可以告诉我 婉儿为何要告诉你 神念印记在何处吗 莫无忌点点头 这个女人她没有打算放过 一个死人 她并不在意对方知道多少 她在意的是对方能告诉她多少 因为我在她临死的时候告诉她 我是重生者 你说你是重生者 难怪婉儿会告诉你 莫无忌话没说完 就被这女人惊声打断 莫无忌没有继续解释 既然这女人也理解 那事情就好办了 说起来 我还算是欠她那么一点点人情 当时如果她可以活下来的话 我倒是不会继续杀她 可惜的是 她对自己下手太狠了一些 婉儿是我的妹妹 我亲妹妹 我叫奴书仪 她叫奴书婉 女子说到这儿 忽然没有继续说下去 而是看着莫无忌 你是不是想灭掉断门 没错 断门的人 在荆棘封门追杀我妻子 然后又追杀我 我曾经和你妹妹就说过 如果断门还有来生 别再来惹我 莫无忌平静地说 她相信眼前这女人说的话 对方和独仙子应该是姐妹关系 让她为难的是 要不要继续杀了这女人 独仙子毕竟在临死前 还帮了她一下 而这个女人又恰巧是独仙子的姐姐 不要去找断门 我不是要帮断门 而是因为一旦你去寻找断门报仇 你将必死无疑 这是我的事情 你只要告诉我 为何你妹妹在知道我是重生者之后 就放弃了对我的杀意 而且还要努力地求生 莫无忌盯着农书一问道 不朽凡人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